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总是谈不快 嘉欣老师我在做一些音乐上的处理的时候 为什么我做不出来呢 实际上发现问题并不可怕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解决它 我们要想开一扇大门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这把钥匙 那么今天这把钥匙 它的名字就叫做放松 那么在一开始我们要先明确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放松 放松实际上就是你的全身 在你演奏的过程当中 你的肩膀 大臂 小臂 还有手腕 应该说都是处于全身松弛的一个状态 只有这十个点 十个手指头 我们是要保证让它要是完全能够站好 那它是不能松弛的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一定要保证它站立好 而且有这种爆发力 那么同时在今天这节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需要家长的配合 需要您和孩子一起去感受放松的过程 同时协助孩子去感受我们如何去解决放松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琴盖 坐下来一起进入我们欣然学琴的时候 大家先选择一首你自己觉得比较熟悉的一个作品 然后自己也会弹得比较舒服 那么弹给我听 那么同时嘉欣老师也会用一首作品的一部分 展示给你们我要说的一个点 首先今天来给你们演奏一段肖邦的幻想机兴趣 大家要注意我演奏的时候的动作 注意看我的这个胳膊 还有手腕 处于完全松弛的状态 我想怎么弹都可以 好就这一段 大家会发现 嘉欣老师你手折的弹得很快 而且你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实际上放松就在这里面体现了 那么大家观察我在弹的过程当中 我的手腕也好 我的手臂也好 都是随意可以去动起来的 对吗 那么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看拿你自己熟悉的曲子 在你慢练的过程当中 可以用左手放在右手的手腕上 然后去感受你的手腕是否僵硬 你看这个手腕还是可以动 用高抬指的方法 而且没有颠手腕 好 你弹了一遍之后 你觉得有没有酸痛感 而且手腕有没有僵硬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 那就说明没有放松 那么怎么去解决它呢 说了半天 那么首先呢 给你们挤一个非常好用的小敲门 第一点 大家会知道 葛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北京摊 那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啊 这个北京摊 哥我看来就是你放学回来之后呢 把书包一扔 然后在沙发上 可能完全松弛的状态 靠在沙发上 或者是靠在这种椅子上 你的状态一定是最松弛的 就如同是你躺在床上 睡觉之前你感受 你肯定不是僵硬的 在那里躺着 对吗 所以这是一个感受放松的一个好过程 那么第二呢 我们就是说要跟家长一起来做这个游戏 怎么做游戏呢 家长呢 可以试图着 把自己孩子的这个胳膊啊 抬高 抬高的过程当中呢 你需要让他先感受 你的手臂是不是放松啊 放松的时候 你突然间把你的手松开 看孩子的胳膊 是不是可以自由落下 如果是的话说明他一定没有使额外的力气 如果不是 比如说他就悬挂在这里了 或者是他是慢慢慢慢放下来的 那这个说明他的胳膊也好 或者是什么 一定是使上了额外的力气 或者是僵硬的过程 那么这个都不是放松 第三点 我们就要结合你平时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体育项目 比如说游泳 你会发现游泳肯定是这样游 对吗 在你游泳的过程当中 包括你在跳水的那一瞬间 我们不管自己有没有感受过跳水 你看比赛的时候也能看到 他们肯定是要先做准备的工作 对不对 准备运动做好了之后呢 让他处于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然后准备跳水 这一瞬间他能够出去很远的这个距离 如果是很僵硬的这种状态 他一定不可能游得很远 那好 这是游泳 第二呢 有很多我国外的学生啊 他们是喜欢肌腱 肌腱运动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他一定是脚出一个很有支撑感的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呢 重心往前倾 那么在你做肌腱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很松弛的状态 突然间有一个爆发力 那一定不会说是我紧张的状态 然后很僵硬的状态 把这个肌腱打出去 对吗 好 再说一个每一个人都会的啊 这个打篮球 拍篮球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 我的手腕一定是这种状态 放松的状态 对吗 你不可能是这样拍皮球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感受放松的一个好方法 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体育运动啊 你也可以结合其他你熟悉的项目去感受放松 那最后一点我要说的 那就是家长啊 千万不要心疼自己的孩子 可以让他多做一做这个劳动和家务 比如说啊 北方人都喜欢吃面食 我们在活面的过程当中 让孩子感受这个过程 你看活面的这个动作 实际上就是大臂带动着小臂 然后让手腕放松去活面 所以我小的时候啊 应该是我们家老田 就用了这个方法 让我去感受活面的过程当中呢 刚找到一点点放松的感觉 就让我去洗手 然后坐回到钢琴旁边 去感受如何在放松的状态下去练琴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应该说是 这几点啊 这个实际上都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当你掌握了这些状态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落实到如何去演奏 今天呢 就先说一个音 找到这张C之后 我们首先啊 先要保证 你的坐姿是正确的 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的部分 然后脚呢 一定是有这个支撑感 让它放平 整个重心是向前倾斜的 那么好 注意你的肩膀 你的脖子 然后还有你的大臂小臂和手腕 都是放松啊 在这种过程当中 开始演奏 大家看我在弹琴的时候 我的手型 以及我的手腕 都是完全松弛的 而且绝对不会出现 颠手腕的过程 这是错误的 那么如果说单独弹这一个音 你要感受你的手腕 是完全松弛 而且能够动起来的 包括你的肘关节 你的大臂小臂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弹下一个音 去感受 前面的手指尖一定要站好 而且要爆发力 速度一定不要快 先要找到这种感觉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不知道简简单单的几个音 是否能够帮助你 按照这种方法 找到一点点放松的状态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说放松 有几个方法 首先呢 可以感受北京滩 然后呢 我们可以感受 和父母一起去做游戏的过程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去感受 你身边最熟悉的体育项目 以及说最后我们在做 家务劳动的时候 比如说像和面啊 去感受放松的状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你演奏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自己的坐姿 注意自己的脚的位置 还有你的身体向前倾斜的 这种状态 以及你在弹奏的过程当中 你的手腕 肘关节 大臂 小臂的这些变化 最重要的一点 速度不要快 因为很多东西 一定是要先学会走 才会跑 那么循序渐进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我不知道 今天这节课呢 大家有没有先对放松 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和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陆续会在今后的 心安学情的课程当中 嘉欣老师会一直督促大家 会一直mention放松的状态的 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好好配合 嘉欣老师 回去和孩子们一起去感受 去研究放松的状态 因为放松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学情的过程当中 而且也是最难解决的 但是我相信 在嘉欣老师的帮助下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自己 那我们一起加油 期待着下一期的心安学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